美國的副國務卿選曼 共同訪問日本 基於美國 日本韓國三邊的外交副部長會期 會見有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 美國的國務院曾經宣布說 這選曼會比較認定 在七月二五 二六訪問中國 含中國外交部長 王爺 蔡官員來記憶 美國副國務卿選曼是於訪問一本 還有一本韓國副部長會面 三方在會中討論 疫情調整半導無效化規定 也強調維持台海和平和穩定的重要性 反對政府可能涉及危險 國際的事會作為 保持印太地区的保障性 自由和開放 李子漢最近已經很多次 在公開保障主張台海和平 尤其美國更是關心 選曼是他回答標示 這座阿舊行沒有包含中國 不過幾點之後 美國國務院都向上宣布 選曼會在自國一日 訪問中國天堂 和中國外交部長 王爺 上官員回賓 外國的看法是 要為何來去的 白石會 提早 美国说 他表示有必要跟北京电池建设性的对会 是不是要说到台湾企地特地关注 另外美国跨东派参议官司提出 台湾优化关系法策判 推动在美国国民警卫队 跟台湾企地均建议优化关系 由达国者奉闻台湾的民主党参议官 达克沃斯刷头提案 以共调台湾是美国在印太帝区重要战略优化 希望共和台美的合作 既成总合报道